深水埗通州街通州大廈 樓齡有近50年 是其中一個計劃重建的項目 涉及大約304個住戶 共172個業權 不過早前大廈天台業權出現爭議 十幾個天堂屋住戶 因為官司敗訴 遭到樓下業主收回業權 執特主任曾四度上滿收樓 不過並不成功 其中一名住戶王先生 聲稱在四年前用15000元 買了這間天堂屋 他說除非安排他們入住公屋 否則不會搬走 也有住戶不滿業主拒絕商討賠償 對於可能因為天堂屋的住戶不肯搬走 收購大廈可能出現阻滯 事件局說會仔細研究解決方法 天堂佔用的情況其實是很複雜的 包括究竟他是不是有租約 那個業權究竟是誰擁有 他們是何時開始在佔用 他們佔用的面積有多少 他們的人口有多少 這個種種的資料都是我們現在同時 就在那個項目搜集中的 究竟是他們面對甚麼困難 還有他們的身份是怎樣 現在我們未掌握到 到我們掌握到詳細的資料之後 我們就會想想如果有實際困難和需要的 是怎樣去幫他們 事件局強調天堂屋的情況複雜 要交由律師處理有關業權的問題 又指有特別困難的居民 可以向他們申請緊急援助金 3至4人的家庭大約可以得到4至5萬元 而在事件局宣布啟動這個重建項目之後 就即時派人向業主同租戶登記 凍結人口資料 吳先生住在七樓這個單位 因為日久失收 天花石屎出現剝落 他期望事件局盡快完成收購 那些石屎剝落和漏水情況都很嚴重 這個大廈只是這個月 爆食水喉已經爆了兩次了 要緊急維修 很多業主都很期待 但是我們遞了申請表之後 就一直都沒有消息 像石層大海的業主都經常問 究竟什麼時候 行不行 不行要維修 要不然很危險 我會罵 根據事件局的賠償方案計算 吳先生的物業可以獲得大約500萬的賠償 他亦都可以選擇樓換樓的方案 而要成功收購大廈 事件局必須得到超過八成業權的業主同意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導 謝謝你 謝謝大家 我知道 謝謝 謝謝